早上好老婆们 悠悠是早起买糕的一天 让我好好品鉴下高团天花板是啥子 先来试试看这个雷沙汤圆 应该就是裹着黄豆粉的黑芝麻汤圆吧 空口吃汤圆 黄豆粉好香香 有点噎 蹲几口调理一下 来尝尝他们家的这个调头糕 上面有一些红绿丝跟桂花 一口下去满嘴桂花香 中间这块东西跟桂头糕里的东西是一样的 不是纯豆沙 是豆沙混着米粉 还有一块松花金团 这块好黏糊 这个有点好吃 里面夹的是黄豆做的馅 为什么它的这个外皮有点酸酸的 下午等男朋友搭扫卫生 然后去超市采购 还是穿上午这件内衣 这个肩带露出来会比较好看 这件内衣超级舒服的 面料是这种滑滑的 很有弹性 穿在身上呢也很透气 所以整个的果冻桃都很宽 配合它这个全固定杯呢 会显得胸形很挺拔 穿这种领口大的TG的时候 肩带这样露出来也挺好看的 逛超市了 来到了最爱的甜品区 拿一盒柠檬芝士蛋糕 健身人事才买牛肉 来吃地锅鸡了 我实在太惨玉米饼了 等锅开的时间 炫个小蛋糕 柠檬清香混着芝士奶味 漫长的等待 让鸡肉更美味了 玉米饼甜甜的粗粮味真好吃 鸩唇蛋也喜欢 第一次吃有虾滑的帝国鸡 不错很有鸡味 比焦脆就是最美味的 有一丝不对劲 在互联网上留下一些吃过蔬菜的证据 晚上太太又点了份湿炒牛盒 夹不动版 随便扒了两口牛肉蔬菜就吃完了 散会